这个月,娱乐圈都被崔永元和发冰冰事件,搅得不得安心,大家都在担心国家下手来制衡娱乐圈的变态形势发展,崔永元拿发冰冰当初头鸟,揭露了娱乐圈片酬越现越高的怪现象,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。 上集下达了限制娱乐圈明星的高薪,下面明星就想出了应对的政策,比如某明星演某抠图剧,拼筹是2000万左右,给予国家现筹薪,那我表面就收1000万左右,以我的名义投资你的电视剧,到时候再以投资方的身份拦了另外1000万的分红,同样也达到了2000万的片酬,这样的变相对策,明星大挖只赚不赔。 还逃脱了国家的限制,崔永元事件揭发的仅仅是娱乐圈激情高薪的冰山一角而已,但是触碰了娱乐圈某些人的利益,所以受到了死亡威胁。 有的人担心,有的人就不用担心,因为他们有自己合法经营的公司,财产都是属于自己的。 近日,于公从网上挖出了一份建立明星大挖野性资产的文档,里面拿过了如今娱乐圈大挖的基本所有资产,其中,大家所关心的陈坤,范冰冰,张子怡,赵薇,李冰冰,黄博,冯霄刚等时都为大挖明星资产彻底曝光,而黄晓明经营了这60家公司夺冠, 成为最有钱的明星,李冰冰就是6家公司,这么有钱,难怪敢签下王俊凯,黄博17家公司,黄博也是超级富豪,基本都是股东,拿的钱更多,张,自一二十家公司,难怪破莫门事件后还能活娱乐圈,除了自己的扎实的演戏功底,还要就是自己的雄后的资产,黄博是6家公司, 赶会结合她离婚,难怪会这么拼命,谁不愿意嫁给富豪,可惜富豪是要陪富豪的,就把帝家删了另一半,也只能是富豪级别的张子怡了,黄雷是8家公司,难怪黄雷生了一胎又生2胎,生了2胎还敢生3胎,罚了几千万人家都不怕,家底雄后,孙玉才敢在家做全职太太,和96家公司, 何老师难怪不愿意在北海当老师,一定要在娱乐圈发展,就她的资产,很多明星都不及她的三分之一,这是6家公司,堪称中国最有钱的主持人了,赵薇是7家公司,赵薇这17家公司价值就比其他人的滚钱, 再加上自己的老公的公司,女富豪第一人是居民归,李湘,王月伦加了23家左右的公司,其中王月伦16家左右,难怪王师林全身上下斗名牌,住的都是别墅好债,别看王月伦傻不拉几的,人家可是超级隐形富豪, 佟大为,王月,夫妻加起来20多家公司,王月很少在娱乐圈混,原来这么有钱,不用拼命挣钱,钱就这么多,冯肖刚16家公司,一个导演居然有这么多的公司, 这价值岂是一个亦就能说清楚的,难怪崔永元要撕你,陈坤16家,畅花出了颜值高,就是非常有钱,16家公司,很少拍戏车或者说吃笑饶的生活,有底气就是牛,上面这些都是小楼椅,真正的打卡就是下面这三位, 任全,胡海权,黄晓宁亚军,任全资产,23家公司,一直听说任全非常有钱,没想到这么有钱,这些都是他一个人的资产,已经退出娱乐圈多年,但是,一直在娱乐圈背后赚大钱,光是股东就有7家,董事2家,法人3家,牛逼到爆了,胡海权亚军,40多家公司太出乎意料了,这可深藏不露啊, 雨凡绿帽子这么快能拔掉,估计最大的功劳就是他了,一个唱歌除了才华就是钱,羡慕极度恨,这么有钱,难怪不结婚,黄晓宁冠军,近60家公司,黄晓宁在娱乐圈的人成为内地大佬,这么有钱,才要安置了baby个世纪婚礼,难怪安置了baby才愿意甩了陈伟婷,死了医疗和黄晓宁在一起, 钱的魅力大于爱情的魅力,安置了baby要演技没演技,资源还这么好,老公就是自己的最大的资助啊,娱乐圈这些明星大咖,要赚钱太容易了,难怪这么多人想往里面钻进去,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,贫富差距就是这么来的。 贫导kó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